天使之一 少女圆末 启动青少女圆末计划 事议员成疑集结服务处爱心 募集人力 财力 物力 以实际行动提供卫生棉 每个少女都会碰到月经 然后经期的问题 那其实有些清寒或者是低收 或者是中低收隔代教养的少女 他们这方面的知识资源比较不足 所以就是想说 把一些卫生棉放在学校的保健室 所看见的这些卫生棉跟卫生棉包 是由所有的志工 还有一些爱心人士 还有一些福人社跟企业团体 他们小额的捐款 希望就是从信义区开始 我们起步了以后 希望就是每个女童 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 都能很健全很健康的长大 先从信义区国中小八校 与基隆家福中心着手 不只卫生棉 还有可爱的卫生棉包 期盼女孩们更懂得保护自己 我们非常谢谢陈怡议员 能够提供女性的卫生用品 能够让我们的小孩子 在学校的时候 突然之间 忽然有需要的时候 能够在就镜能够使用 那这是一个贴心的举动 那我们希望这个计划 能够让我们的友善校园 持续的更温暖 身为女性的教育人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 倡议这样子的照顾一通 因为确实是很多女孩子 所有女孩子成长必经的历程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上 东方广小很荣幸可以参与一份 那我也看到我们县区各校的校长 在这件事上 其实都各有响应 那我觉得好事从我们开始 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真的很感谢陈怡姐姐 天使之意 美丽青少年圆梦计划 事议员陈怡 希望这平台 结合社会深心人士或企业团体 整合各地的资源 帮助经济弱势女童的教育学习 让她们顺利度过青春期的变动阶段 朝梦想飞翔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